你好 我是小燕 五国过去几天的政坛一片闹哄哄 朝野阵营除了关注沙巴宣布解散州议会 忙着为州选部署力拼外 前槟城首长兼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更被指因为涉嫌在槟城海底隧道计划中索取贿赂 遭到反贪会逮捕 并一连三天在两个地方的法庭面控 林冠英在2008年出任槟城州首长 槟城海底隧道项目是他在任时所提出的发展计划 这项目是槟城交通大蓝图的一部分 总耗资达63亿令吉 虽然这项计划至今都还没有落实 不过反贪会新任主席纳都斯里·阿战巴基强调 计划涉及舞弊的调查从来没有结束 只是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落实行动管制令 因此有所耽误 导致调查缓慢下来 西蒙政府垮台之后 反贪会称 从6月开始 因为掌握新的证据而重新开档调查这宗案件 期间 曾经靠留槟城港务局前主席周锦言调查 以及随后传召数人陆口供 以协助调查海底隧道案 同时 槟城州首长曹关友 第二副首长拉玛沙密 以及数名槟城州现任和前任行政议员 包括阿都马列 嘉日新 林丰城 彭文宝 张英 罗兴强 王国会等人也相继因为这宗案件 而被反贪会传召录共 林冠英在上个星期五被控上吉隆坡法庭时 她否认有罪 法庭批准她以100万令吉 以及两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不过根据反贪会发出的文告 林冠英继续在今天以及明天 在槟城法庭面对另外两项的提控 为了遏制新冠病毒扩散 警方已经发出指示 当林冠英被带往北海地亭面控时 民众不要在法庭外群聚声援 同时 威北警区主任诺在尼助理总监强调 警方会对违反防疫标准罪程序者发出罚单 今早约6点多 北海的槟城反贪特别法庭前 已经聚集媒体记者 等候案件开审 林冠英8点52分 在亲人及一众党领袖陪同下 抵达北海法庭准备面控 当时现场有超过30名支持者 拿着全民声援与冠英同在海报 为林冠英打气 另一方面 林冠英被控的同时 他的妻子周玉清也在槟城遭反贪会逮捕 并以5万令吉保外 林冠英夫妇预料8月11号 将因了已低于市价购买房屋案件 而双双被控上槟城法庭 随着林冠英被提控上法庭后 为支付林冠英的保释金 行动党再次发起 为期一个星期的10令吉募款活动 并且强调多余的资金将冲作行动党总部 应付下届全国大选的基金 谢谢收看 我是小燕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留守TFM陪伴着你